而其实支持于怨琪走下去的力量除了她的家人之外更重要的也就是她的一双子女了 尤其她们的感情相当好 年仅四岁的女儿更是一路看着妈妈辛苦的来跟病魔对抗 所以她每年的生日都会许愿望就是妈妈能够身体健康 而且很多次的透露长大以后的愿望就是要当一名医生 因为她的目标就是要来治好妈妈 于怨琪的弟弟于祥全也曾经透露了 每当于怨琪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 她的女儿都会安静的坐在椅子上等着妈妈回来 她的女儿也多次表示长大之后就是要当个医生 所以平常光是买玩具也都买跟医学相关的 这也让于怨琪可以说是相当感动 而于怨琪也曾经说了这两个孩子就是她抗癌的最大动力 只不过后来癌细胞扩散转移 她也在两年前坦言一度就想要放弃治疗 还公布好预先写给这一双子女的遗书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